老蕭同行股票要云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的9点28分 我们先把现在即时报价9点28分 加权指数呢 报价13091那么小跌30点还好 最主要就在于台积电现在报价402.5 你说对 那为什么国际股市表现不差 台积电为什么今天不涨 我的看法应该是明天会打涨吧 台积电 道琼指数在昨晚是 还是一样维持强势上涨格局 涨了1.12个百分点 那雅股在现阶段9点28分 日经是涨86点 首额上涨17点 那台股是小跌33点 那最主要就在于 各位请看 这是一直到昨天截止过去这几个交易日 加权指数每天的走势图 我的看法永远是这样子 不管任何人 包括分析师或各位 当我们针对未来的行情在做观测 那最主要就是 我们要去接受一个就是 真实已发生的 就是它真的已经发生了 不管我怎么样乐观 或者是我认为整个行情真的是差到不行 永远上不来了 我觉得都没错 最主要就在于我们要去相信真的已经发生的 画面上你现在所看到这是过去这几天 真实发生的加权指数的走势图 它不会错的 因为真的发生了 我们从已经发生的过程里面 去找出蛛丝马迹 那针对未来我们面对行情的变化 你自然而然 那就很笃定了 对不对 好 来看 画面上你所看到分别是从上周 一直到昨天10月18号 加权指数请问 它有发生过什么样的共通点 共通点就是每天一定会的 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就是 如果我们把每一天的开盘 开盘 就是说我们把加权 每天的开盘抓出来 然后去观察开盘后的加权指数 你会发现到 我们先看10月11号 这是开盘 对不对 然后就往下跌 这是事实 10月12第二个交易日了 因为它收盘收在这里 那隔天开盘开这里 那请问是开高开平还是开低 开低 可是开低之后它一定走低 就是开盘之后就往下跌 开低往下跌 接下来10月13号 10月13号我们往前看 收盘在这里 开盘在这里 这天是开低 那这天开平 这是开低 那就走低 那开平它也走低 再来 10月14号收盘收这里 开盘开到这里 那就是开高 那开高它也走低 昨天新的一周来了 星期一这一定开低又走低 昨天开在这里开高也走低 台北股市现在的惯例 就是说举例 这是开高走低往上大涨 开低走低向上大涨 开高走低往上做攻坚 这是事实 这是开低走低一路跌 就是说我不管你怎么开 开高盘 开平盘 开低盘 台股的特色就是反正我开盘之后一定杀盘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现在加全指数13102 13100 你说还好小跌 对 就因为开盘之后一定走低 所以它交代什么 我就已经习惯这么走 那问题是 当我们看到这个框架 那请问面对未来 包括今天 包括未来我们该怎么办 就是真的 它每天就开盘之后就往下跌 对不对 对不对 可是往下跌之后 接下来就有差别了 一种是往下跌之后向上走 还有一种是往下跌之后继续跌 就不一样 一个是往下跌之后 如果它是向上走 我是不是应该做买劲 没问题 对不对 往下跌之后 它会往上走 那我这里应该做买方 往下跌之后向上走 我这里应该做买方 可是相对的 往下跌之后 我做买方它又破底 所以 第一个我们知道 反正它一定会跌 所以开盘就用平常心面对它 逆的不起就是跌 反正你都要跌 我就接受你跌 第二个这关键来了 跌了之后到底该不该进场 对不对 这个进场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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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进场就不对了 因为进场它又破底 所以怎么去判别 开盘之后往下跌 我这个进场点 我知道今天它会涨 那我当然进场 它今天还会跌 那我就不要进场 或者是积极的你就给它放康 那怎么办 那就用量价 你交给交易量 跟交易价格做判定 举例各位请看 这个很重要 这非常有意思 那这有什么来不及的 这个很神奇 台积电我们在上周提过 近期的最大量 这个交易日报了95793张 当天的收盘价401.5 也就是说台积电只要守住401.5 台股就多头极度乐观 你说我们来看现在 现在台积电今天 刚刚好401.5 现在是早上的9点34分 401.5跟402跌5块钱 然后台积电跌5块 台积电跌5块 只要不管它跌几块不重要 第一个台积电尾盘才会动 第二个明天非常强 是啦不用猜都知道 真的吗 真的就台积电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不能涨 今天台积电不可以涨 要压着 今天不能去 他唯一的工作就是 今天到收盘 只要收在401.5之上 就是一个完美的演出 小文明你在说什么我都听了吗 因为台积电是台股多方的精神领袖 但是很坏的外资 跟非常狡猾的这些投信 你知道吗 他们今天要做一个双砂盘 今天因为为什么今天是大结算日 今天要做双砂盘 那台积电就不能动了 就不能给他动了 不能动 不能动了 台积电一动今天会大涨 今天台股会暴涨 可是现在你说暴涨 现在跌34点 因为就压台积电不能让他动 不然怎么双砂盘 为什么要双砂盘 因为今天是大结算日 什么是 今天是大结算 所以他要让做多的 如果在选择权的部位 到今天收盘 你今天认为会涨的 你今天进场一万块变零 进场一千块变零 进场一百万 今天一天之内变零 你认为会跌的 你站在空方的 你今天进场一千块到收盘变零 你进场一万块到收盘变零 我给你空一百万收盘也是零 这是礼拜三的特色 你我听不懂 没有关系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因为特别是今天是大结算 这很正常 也就是说多空双砂 就是你今天看涨的理论上到收盘 你今天的操作绩效 你的投入的金额会变成零 不是输 我们要高票 了不就是输跌停板 输十八 不是 选择前一天要给你变零 就一天之内 那各位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看我们晚上第二单元 我们每个晚上有个直播 第二个单元我会做说明 好我们今天这盘中不需要 我们先看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就只要守住401.5 那就过关了 好再来看道琼 道琼不错 道琼持续上涨 这里挑战 这一个月的高点 303.11 成功了吗 成功了 成功了 道琼指数昨天收盘 305.23 来各位看着他 10月17号 收盘301.85 道琼这一个月的高点 最高点303.11 可是今天早上 你看到道琼收盘 305.23 今晚5.23不是创新高 道琼已经创新高了 什么时候就在现在 今天创新高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不讲吗 可以错失不能绝齿 不就这样子 为什么要看很多媒体 YouTube 网络 电视 报章杂志 不就希望我们能够 可不可以提前知道 整个金融市场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我如何让自己 能够有正向不错的一些绩效吗 对不对 那一个从业人员 当一个市场已经 你可以错过 你说股票涨 我忘记在低档买 这个我都能接受 股票要跌 我没有卖 结果大跌了 我觉得OK的 很正常 没有那个买股票不跌的 我什么聊不去 关键在于 当我错了之后 我不能一直错下去 这个波动率 只要在30.9以下 你就不用猜了 金融市 证券市场 全世界都涨 那我们看一个比较关键的 这像马斯基就老大 航运股的真正的老大 这个老大一直到10月14号 今天已经又过薪一个礼拜了 各位请看 他已经从量价结构里面 第一个在9月16 两个最大量 一个在9月16 一个在9月26 过去的案例我就不再提了 你只要告诉我 在一直到10月14号 马斯基的股价 有没有站上 这一个月的高点 有就有 没就没 然后到昨天10月18号 那昨天又继续涨 持续往上做攻坚 你自己看 这是9月19 这是10月18 还是在去在落 反正市场一定是 讲航运股不好的一堆 我没有意见 过去现在在讲不好的 过去都跟你讲 航运股是未来明日之星 我会变去 我只能说 你要说什么 没有说什么 这里不买航运股 要买什么股 他已经告诉我 除了马斯基跌 他如果马斯基跌 涨一天 涨一个礼拜 我们觉得他只是反弹破底 他已经涨一个月了 创一个月高点 运价已经跌回2019年 一支40串的火轨 我们讲美西线 不管从基隆 从高雄 从上海 从马来西亚 从印尼 同同样 走到美国 洛杉矶 奥勒冈 华盛顿州 到美西 2019年运价大涨前 一支40尺的火轨 你比较好记的 你记得 货柜分成20尺 40尺 更重的就是40尺 40尺的货柜叫标准柜 19年运价要买去之前 補给大概 美西线 一支柜子 2000块美金 一支 赚到那里 20尺就一千块 就是你今天你要移民了 你要加拿大 对不对 你们家的东西 你要赚一支火车 赚到加拿大温哥华 你可以找一支叫来报价 就一支20尺的货柜 把你们家的东西都拔起来 赚到过去 差不多3万块 20尺的就1000块 标准40尺的大概在2000块 目前的报价已经跌到2600了 也就是说你要加通膨 19年2021 22每年3%的通膨 复合成长率 不用吗 你还要他跌到多少 运价还能跌多少 我就不要开船 你在讲什么 那个叫落底 所以你看到马斯基默默的 无声无吻的 全世界都忽略航运股的过程 人家已经创新高了 那你觉得该看什么 你说我来帮抗航运股 你去 我没有意见 我认为就是说 第一个 纵使过去错了 那你最起码 是不是要一直观察它 有没有转环的迹象 有你就乐观 没有那你就保守 好 这是扬明 敢不去 我不知道你自己用也很高 那这里股价难道没有再跌 再跌 不只再跌还一直跌 一直跌好像永远没有底部 你知道吗 那你就给它跌到零 对不对 最坏你就跌到零 敢有差 我举例 你说我买230的 不要230 200 200 200跌到60 跟200跌到58 敢有差 有差吗 问题是他刚才没去 那就看 10月11 12 13 14 17 18 对不对 好 用一个最简单的 最公平的 也不用猜的 请你告诉我 这几个交易日以来 哪一天的交易量最大 那不就好了 我眼睛看到的是在这里 这里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你家吗 如果这边叫高点 那这里难道不是低点吗 好 低档爆量不代表会涨 低档爆量如果续跌呢 那完蛋了 代表这里往下还有一个波段 还没走完 可是问题是如果这里叫高 这里叫低 低档放量之后 放在哪里 就这里 这一根3845 就这一笔 这一笔 这一笔在这里 成交了3845 然后不就往下跌 对不对 那问题是这里到这个点 是往下跌 那代表这里卖方非常恐慌的 一路往下跌 会怕 所以他就继续落 既然是这样 你怎么会涨回去 交易量是买卖的总和 很急速的卖了3800张 同时一定有承接 那不然怎么会 会有交易量 那就零了 就无量下跌 有同样有承接的力道 问题是商品价格持续跌 那代表怎么样 代表你要等 等什么 除非价格可以回来 这个点位 没有回来这个点位 你要忍 你要忍 可是他一旦回来了 他不就告诉你 这不是低档标准放量吗 这不乐观 难道这要保守吗 在这停损吗 要输也输得比较好看 不是 我纵使我买在150好了 我买100 杨敏 我要卖 我要停损 我要卖个好价格 有人卖在这种位置的吗 你感觉 很多人骂我 所以我讲航运股 我没有意见 我讲航运股 是从80块往下讲的 OK 欢迎各位就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 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 未来的每一天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谢谢你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甚甚评估 本节目资料仅 Calling 是在乓业的参考 出了 记录的声明 谢谢你 因此